TV1号台 裁判员王忠尧 记录裁判员李志慧 董春波 运动员 摩洛郭选手奥萨玛斯基尼 英国选手加雷斯波茨 下面比赛开始 双方先挪开就选择拳 预备 三 二 一 开始 加雷斯波茨获得开球选择权 监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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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各位观众 欢迎您通过熊猫TV平台 观看中国石家庄 2018乔世碑 中世八球国际公开赛 正赛TV台的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下午好 我是苏欣源 大家好 我是张清永 张日导 下午好 二苏你好 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 是来自摩洛哥的球手 马斯基尼 对阵来自英国的球手 加雷斯波茨 比赛采用25局13胜 比赛开始 加雷斯波茨开球 双方轮流冲球 波茨感觉 从前面四平立战之后 又是隔一段时间才见 不知道这次的准备的工作 做得怎么样 可能也是考虑到 四平的成绩 不算太满意 对 回去回到英国之后 这边是一门修炼 看这次状态如何 对 本次国际公开赛的决赛阶段 也就是正赛 是从今天的12号开始 12 13 14 15号 一共是四天的时间 没错 一共是进行十轮的比赛 比赛是全程双败淘汰制 而且本次公开赛的局数统一 无论是从第一轮次 还是到最后的决赛 都是25局13胜 没错 140分钟的现实 就是直接一个双败淘汰的大循环 没错 一腿一顶 7号这个球稍稍有一点向上的角度 然后呢 白球关键跟目标球的距离啊 有点近 这根要求准度还是比较高的 主要是下球点的位置不太好找 对 不好判断啊 白球跟目标球的距离近的时候啊 这种下球点的位置是不太好判断的 好球 上方较到了底带 二号球是白球向右侧的角度 这个四号感觉可能有一点点向左啊 来看选球 如果选二号的话可以高杆推 从右边弹过边起来 左边四号叫中带 没问题 这样的话 扫中带打进之后呢 下边两颗底带啊 八号左边中带 有角度中高杆啊 我下蹬一点点 五号球 低杆 看看力量 这杆球 这力量大的不是一心万点啊 对 以他的能力是不太应该这样 对 关键还是角度有点薄 还是对自己的这个手感啊 有信心啊 他选择这样的方式 正常来讲打六 然后 做一五号球 左下方底带 弹两裤起来做吧 也比较简单一点 是的 不过好像运气应该是不错啊 这个 这黑八 右边中带有可能是够了 感觉像是啊 没有挡到全部带口 没错 有定无险啊 第一局加雷斯多斯胜 比分一比零 开球青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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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奥萨马 马斯基尼开球 以上来啊 第一盘球 波瓷也是有惊无险啊 拿下一分 第二盘马斯基尼炸球呢 没有球进 来看一下球形 这盘球一上来 划测 位置还可以 但是上手来看看波瓷怎么来选啊 单侧球的话 六号球 左边下方的选择带口是比较难的 选划测有机会可以上手 先把九号打掉 然后往上走一点点 利用左边带口的十二号球啊 然后再往上过度 来看波瓷怎么选 波瓷如果选单侧的话 一上手就要打四啊 尽量的把六号球往上带一带 因为这颗六号球是整组 单侧球里面最难打的一颗 K到对方的十四 但是现在就算是刚才这个球能够打进 能K到十四 六号后面还是问题 看看马斯基尼 马斯基尼选到了单侧球 还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问题 六号球 后面有机会的话 看看六号右边下方底带 就是九号这边的带口 有机会可以较位 左上角 二号 七号球 这杆球过渡的时候 左边中带的五号球 流到一个十号到十五号 缝隙中间向下去 较位是最合适的 大概在开球线啊 比较靠近黄衣这个位置 再往下一点点 后面用五号球 较六是最合适的 那么一上来 看这杆七号球的过渡 能否较到一个非常好的黄衣 因为你把黄衣留在上面的话 后面还需要单独再上去 再下来 中带还是可以打 十秒 关键球 六号 看能不能较到 没问题 轻推下来 可以用四号球来过渡 但是上方 还是我刚才说的黄衣 还留在了最后 还要再上去下来 这个球还是打后太多了 这样的话 波瓷右边带口 九号球可以先打 然后左边十二号有机会可以传或者双下 甚至于说打九去叫十四 用十四来去传 然后白球放到十二号的左边 如果能够跟十二号左边相贴是最合适的 能够挡住黄衣和六号 那么进攻上面还有其他中带呢 有机会可以从上往下去K 这段选择还比较多 可以帮 也可以去K 首先是九号要先打进 上去交道位 十秒 十秒 延时 还是叫了一根十四号去帮的角度 不过这根球十四还有点薄 上方的十二号就轻轻撞了一下 左上角底带是可以打 这个有一点点向左的角度 稍稍带一点点滴干啊 轻轻打 继续 过来看看十五右边中带的一个位置 白球是往上推一点点留线下角度 争取呢 有机会可以去向下带 首先是高杆 还是低杆吗 这杆球 肯定是要帮了 关键是白球必须要用十二号去挡住六 等于说高杆 帮进之后呢 力量不能特别大 马斯基尼现在呢 六号球也是打不到 上方黄衣 又是一个非常大的角度球 十秒 十秒 严实 确实啊 非常难打的一杆球 又要准动 还要抬高杆尾发力 这杆球虽然说没有打进啊 但是现在这个白球位置来看十二号啊 十二号有没有的进攻 白球离十二距离还非常近 不太好出竿 不好打 继续 做防守 左边边阔 向上可以有机会去解黄衣 直接解六号的话 下方十四这个缝隙也是不太好过 看看马斯基尼的个人想法 再找一个可以去扫库边啊 的位置 十秒 扫到了 但上方的中带十五号就漏了啊 这杆球可以打十五 从上面走三阔下来啊 正常高杆不需要下赛啊 然后靠力量去调整 左上角 底带还需要拼一杆 直接 轻挡不好停 减缩或者发力走两裤 站起来 重带角度合适啊 继续地用地杆啊 从右边边裤 弹下来叫十四 角度向下 简单交位啊 可以弹一裤 或者高杆推两裤 叫中带 没问题 二指定 二指定 不动二不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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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第三局 加雷斯波茨开球 这根榨球中带进的还真的是不少 进了三颗 而且局面也是相当不错 上手的话中带十号球很好选 单色球需要反手打空三 然后利用低杆下来 但整盘球里边感觉这个六号在左下角底带是有可能不太够的 也就是九号或许有一点点挡 而下方的也就是屏幕现在左边的十四号 包括九号球 上边跟下方底带都是有劲的 所以说感觉波茨啊 选花色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选花色 后面在衔接黑巴上也是一个小问题 选单色呢 一号球 五号球 四号球附近 后面做黑巴也是非常简单 选花色 把下面球先打掉是对的 因为下方的话 14号从这个一五封锡中间 最后如果留下来去交黑巴 是有可能后面会出现小问题的 先打掉下边两颗球 然后上边再用其他的花球来去调整和过渡 角度有点向上 这杆球的话 看需不需要去顶一下十号球 因为轻推的话可以直接叫到上 轻推可以直接叫十号 那就变成了十叫十一 十一叫八 尽量留出一点点像屏幕左下方的角度 继续啊 利用中低杆 左下摇底带 交位 310 13局加列斯波时尚 1分310 开球清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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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第四局奥萨马马斯基尼开球 开球时机 开球时机 对手可以选择自己继续进攻 或者是重新开球 这是通常情况下的一种选择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再选择对方去开 波斯选择了继续进攻 选择花球 上方11号 左上方这个14 目前这个位置是不太好打的 左上角11肯定是没问题 但是14右边中带是肯定没有的 12号球应该是有点挡 所以现在还要看看下边的这几个花球 尤其13 因为它离6号球还是比较近的 这个位置直接打 右边底带是没有 左边向往底带呢 15号还有可能有一点点挡 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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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时 而且是身材球 这位置确实是很别扭的一个位置 实在不行 架干 没问题 打进 再看角度 12号 就是没有了 力量太重 看能否再进攻 看驾驶12号还是可能 有可能是够的 所以波茨已经是预描了一个14号的一个角度 打14 左上角 然后白球从45的缝隙中间下来的一个位置 下面这个13 左下角底带够不够也是个关键啊 不然就需要用下方的15号球再去过渡和衔接 先下来顶到红3 那么 这杆的白球就不合适了 9号球变成了一个宝球啊 需要下低杆从下面吃库弹起来 去叫一杆非常好的15 才能有机会 在过渡13 相反的左边地带 不打了 还是说这杆直接就够啊 来看看怎么打 还是要拼 但是没有拼近 确实啊 这个角度 去打左下腰底带 而且下低杆打是有定难度的 是没有 选择了翻底带红三 好球 本意肯定是连打带防啊 红三挡带口 然后白球防上去 直接来控局 看看波磁 简单打法 最好就给你靠到边扩上 继续还是防守 确实是没有太好的机会可以去进攻 这边就双方 先看看哪一方 有漏洞 波磁这边也是打不到上方十四号 看这位置能不能看得到 如果能看得到 而且有机会可以去强行拼一个 力量合适啊 也是看不到整颗 现在就是等着 看对手 怎么来去解决 马斯基尼这边呢 右边中带有个黄衣 左边二号球 如果较合适的角度啊 也可以从上往下呢 将七号这个位置呢 后面去带一下 但上方的左上角 底带带口还是一个大问题 先挡进再上来 左边中带五号 可以继续去进攻 这感觉我觉得应该 留下一个比较合适的角度啊 用上方的四号球去争取 帮到对方的十四 然后白球尽量的往屏幕右边去放 去挡拨尺左边下方的带口十三号 并且同时呢 用四号球帮进上方的十四 那么前提就是这个中带五号 推过来角度一定要做好 还是想拼一个 有这个位置 五七的这个位置 并没有完全挡住 左下角底带啊 十三后面叫好 白球位置应该还是可以去打的 就是白球出来的时候呢 这条线路是不太好拿捏 底带 有机会打一定要先打 整盘里面最难的一颗 这个白球位置 十三是难度相当大 而且打完之后呢 白球还不太好控制 双方的四号球的位置也挡住了十四 注定啊 这根打完之后的力量不能太轻 必须让白球打完之后出来 中文明天就会打完之后 就会打完之后 好 谢谢大家 这边 看马萨基尼 10秒 10秒 延时 再来调中带 看白球能向左上方掉吗 薄了 而且看看13 有上方14是肯定漏了 这也是赛前我们担心的 之前跟张尔导也聊过 在马萨基尼之前在 今年年初的 总决赛前面的外籍的选拔赛 包括我们的一些其他的比赛当中 也看到过马萨基尼的表现 摩洛哥的选拔赛冠军 有一定的实力 但是在一些难度球的准度上 它形成不了突破 对 总会有链 咱们常说的 没错 有这个 有这杆球的低杆打的 首先这目标球打的不够正 能看到白球是横向的 向屏幕右边走的 然后杆法也不够低 主要原因我觉得还是力量 就是速度不够快 所以说白球向回走的 效果基本没有 第一场比赛 以上来是踢背台 就像波茨这样的选择 难免也会有一些手紧 打丢 马萨基尼这边还是要做防守 尽量的去控制 用四号球来做一杆斯诺克 打四用四号球去挡 并没有完全挡住 应该有一个五号跟七号中间 左下帮抵袋 安全了 这个感觉对马斯基尼来说是相当安全 直接打上方 四号球 或者打七包边 把球往上跑都可以 比如说打七号的右边的薄边 白球走两裤以上 往左上角去放 然后后面七号球 刚好停在左下角带口 可以作为后面去 K黑八和五号的一个 位置的球 直接钩的线路被四号就挡住 钩子也是很有经验 按着方向来解 解不到的话 球球也不会破坏 对 我这边八号就挡住你五号 左下帮抵袋的这个线路 我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要力量放到轻 然后就算碰不到 也不会把局面打开 放给你自己配吧 对吧 你K好了 我也没办法 对 你K好我认了 K不好还有机会 没错 这种球这么近 森林角一旦判断不好 白球跟五号打正 五号球可能还出不来 看这个力量 还是有难度 而且翻中也不太好翻 角度稍稍有点大 这干球讲翻中带的话 还要下低杆发力 带一些反赛的效果才可以 直接拼上方的四号角度又特别大 这么看 目前波茨是赌对了 但是看看 马斯基尼有没有什么 这种经验的一杆 还是要防 就是赌你这个边裤球插不进 确实有难度 我们的中18球球台 这种边裤球斜向角度是比较难的 你得打得非常准才可以 不允许你有滑垒的空间 波茨这边也是反复在量 看看放到哪 我如果打不进 你这两个中带都难受 还是要往上跑 这个位置的话 马斯基尼可以轻轻去打四 四号球不要往带里打 往带口附近打就好了 白球往左边去放 八号球左上角 波茨也是不太好跑 打五号的话 白球要横向 从右边弹口边 向左边去跑 力量 太重了 不过还是有难度 距离非常远的一杆宝球 突然间感觉两个人打得 挺接地气的 对 很胶着 防守局面 然后也是比较常见的 一些防守的套路 准备打击 代表借机局加雷斯波�呈 一分四比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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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一分四比零 谢谢 谢谢 第五局 加雷斯波茨开球 十秒 冲球效果不错 单色比较好选 花色球主要是14号以及11号 还有左边中带下方的14号球 是花色球的小难点 也在量 打四下来 14号球左侧 剩下来较2号球的一个位置 做不到了 判断有些小失误 首先目标球打得太薄了 熟悉波茨的球迷都知道 波茨从12年第一站的第一次参加我们总决赛开始 他的这种推杆 长台的这种稳定的击打的成功率 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非常深 但是波茨这种打法 它也是符合咱们之间说的这种流行的准度 在结合突击的这种打法 靠能力突击之后 靠围球能力把台面清光 对 可是他这种打法 战事长从最近 要求是比较高的 要求你的精力体力还有能力 这三项缺一不可 他这个球打下来是 很好精力的 对 一旦你的这三项 咱们说的精力体力跟能力 但凡有一项不在这个正常值上的话 他就很被动 他不会像咱们的中式八九球员 或者说我跑一多库 或者我靠一些干法 强制性走到一个舒服的位置 他的这种做球位置就是好 我做到我的火力范围之内 就可以打 就可以打 那么一旦今天的火力不是特别好 就容易出问题 没错 继续啊 低干叫八九球中弹 第五局加列斯波词秀 一段五比零 开车进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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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局奥上马 马苏之鱼开始 没问题啊 对 有球进带 但是左边中带三颗花色球 一颗单色球 形成了一个小包备圈 而且单色二号球 就八号球右侧 以及顶库的三号 都是问题啊 能选花球是最好的 这上手选球也难 13号太难薄了 然后左上方这个14 进攻的时候 手架你后面还有10号球 没错 这盘球开进是开进的 但是局面是太难受了 看要不要打一组合 打14号就左边中带薄去撞 也没有太好的折 就是这4号球 右边中带下方这个 你但凡准度差一点 都打不进去 4 3 换了 没办法 白球 掉带了 最后三秒钟仓促的出干 出问题了 可是这一盘 就算你打先手 也并不一定占很多优势 对 先手不占优 而且波斯也要看看 这中带三个球的一个情况 看这个架势啊 这9或者是12号是有可能偷一点点带脚可以进的 所以波斯选了一个15号 那么这个盘球呢 要不要带 中带的球堆 不带 直接叫位 那应该是够啊 那看来走多了 这个位置 往下走太多 本次比赛呢 场地是在石家庄市的高新区全民健身中心 没错 比赛呢 一共四个比赛日 第一到第三比赛日 这三天是免费的啊 观众朋友们可以免费来观赛 打车的话 平时啊 大家比如说 说高新区的这个全民健身中心不好找 还有一个特别熟悉的地面 叫好家园南门 这两天有说吧 我过来打车的时候也是这样去说 本来不知道 后面说 咱们正对面嘛 就是马路的正对面 就是好家园南门 基本上在这个开发区附近的这边的司机 都是知道的 是的 那这一杆 打了一打一开啊 嗯 这觉得挺好的 14号就左边中带还有的打 有的打 上去的话 12号再下来 这杆球叫11 左边下往底带呢 第一杆需要用的多一点点啊 然后力量也不能太轻 争取登到这个11啊 以右边4号球这条线啊 再往下一点点 哎呦 直了吧 嗯 看这个架势是不太好向上了 可能白球有微微向下的角度啊 但感觉角度稍稍有一些偏直 嗯 把自己量了一个滴杆向后的反弹的线路 看能不能尽量呢 带一些左在的滴杆啊 上去 交到八号球 越边中带 果然啊 这种发力的滴杆 嗯 尤其是还翘起肝尾 对 动作变形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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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强的左手旋转啊 好球啊 拿捏的已经相当好了 对 而且打到戴口附近啊 对手进攻有强大的力量 是的 他没有一个很好的上手机会 能够破坏掉这个戴口球 这颗三号就得需要非常强的准度 看能不能打进啊 现在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啊 如果说现在马斯基尼选择打二号球 弹起来就用八号就做 波斯可以选择跳球进 打五号球的话 顺势做七 七下来调到六号球下方 用四跟六去帮进 再形成斯诺克 可能这么打更稳妥一点啊 嗯 肯定是要找一个最好做斯诺克的位置 对 就是我帮进你的球 然后再挡住你 对 可是最后 给马斯基尼出的问题 还是这八号就右侧这二号 而且马斯基尼现在其实就这个散盘给他 他的白球并不是说特别的到位啊 走得很想办法很周全的 对 那么现在还是可打可坐 打四六号坐 或者是打四 然后呢 白球弹空边再出来继续进攻 这边做球 除非能做到封住波斯上下 只能左右去勾球才可以 我觉得他可能 还是要拼 对 他不想着防守的事 对 这个安球就是说我一上来可能双败的嘛 嗯 第一场比赛如果一直被波斯压着打也不好 那么我要拼一个 但这球从合理角度来说 这一分其实可以通过防守来去得分 会不会去K对方带口 想K 哎 黑巴 哇 吹干球 哎 这么一K有一个拼翻的机会啊 对 有个拼翻了 翻中带 嗯 嗯 失败了 看运气怎么样 能不能贴住 啊 这个位置 黑巴 应该是可以打 没问题啊 一手 那就会 一张 嗯 我 没有 解释 呢 第六局加雷斯波斯盛比分6比0 谢谢 谢谢 一切局加雷斯波茨开球 波茨这边的开球还是有球近带 这盘的话来看看上手可以选花球 十秒 延时 走的稍稍多了一点点 还可以轻推 但是还是多走一点 这盘球如果力量拿捏得轻二七中间 如果说有信心可以顶一下七 好球 那么打十五 继续带一点点低竿 交到上方十号球 左边中带 或者你直接推着一个反赛也行 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来说 就是一个左赛 对 这样去教育 大家会更好去明白一些 一定要推弹起来 合适 继续 再利用低竿轻打 下到屏幕左边 打右边的底带就可以了 谢谢 来 等会儿 晚上 第七局 加雷斯波斯手 比分7比0 开球青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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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局 奥萨玛 马斯静尼开球 虽然说没有开球时机 但是这个开球明显能看得到这个马斯静尼跟波茨 他俩完全对于开球这个环节理解的高度就差很多 他并没有去想 比如说我中代一定要技术型的榨球有球进 还是说这个力量拿捏 随便就是一捅 对 这个今天确实 马斯静尼一上来 首先是对手 对手本来能力也比较强 压制性 然后自己打得也没什么机会 榨球也不好 打得 就是要随意的现在 是的 咱刚才也说了 从之前马斯静尼几次TV台的表现 虽然不在同一个赛事当中 他的表现来看对于波茨来讲 还形成不了足够的威胁 对 没有足够的压力给对方 这干球就是波茨的特点 能不能够稳稳地打进 这个边库的12号球 然后留角度下来 是 波茨一直就是在两左边 从1和6号凤析中间过来的白球 到底什么角度 我记得12年他跟梅林的总决赛 当时看到我是瞠目接舍 怎么说 这边库球小力推 大长台这种推进 真稳 真稳 整体动作非常统一 很协调 但是这一晃 对 2018年了 整整的6年时间了 所以说波茨 他84年的波茨 也34了 看 这就跟他巅峰状态比起来 就判若两人了 这竞技体育就是这样 你有高峰 你肯定也会从高峰上下来的 没错 你可能永远保持在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上 高峰低谷 所以说这些衡量一个球员的成绩 很多的这些爱好者 或者普遍的一些爱好者 都会觉得说 你拿冠军了 再出成绩 但其实从内行当中 很多专业人士的眼中 就看你这一年 或者这一段时间 这几年你的成绩是不是稳定 对 你可能偶尔灵光乍现 对吧 拿一次冠军 但是有的球员 长期保持在前六 前四 对吧 那你这长期保持在排名前几位的球员 他们的水平是相当高的 他再差也不会差到哪去 没错 而且中十八球是必须要出现一个领军人物的 不管是哪个流派 比如说像杨帆 甚至于说像郑宇博 这样的人是必须要有 要出现的 对 然后才能够带动大家 这个中带 怎么打 他还是对于这个进球啊 有一定的担忧 他不像张坤鹏啊 汪军啊 我不用担心 我有强大的准度支撑我自己 可以做任何的想法 我长台要绕户下来 下反赛下 下顺赛 下低端发力 走几库这种打法 没有任何问题 说着出问题了 波茨它很明显能体会到 咱们这一次的比赛 抬你走速是非常快的 在有意的收力 更多的用旋转 去加速减速等等 看低端减速 直接薄了个两库 看这关键的二号 会不会又淘气 没挡住但是是反脚 还需要去推两库 这个推两库就需要力量打捏了 我们看到 有一定的旋转 角度合适 正常在推 刚才他这边有一个右赛 其实就是张志导说的 就是我力量很轻 但是最后弹库只有靠旋转 去把这个速度带动起来 没错 这很高级的打法 大家可以在有一些角度 比较大的时候 尝试带一些旋转 就是你力量放轻 这个主球靠边库的时候 用旋转就增加力量 没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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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第九局 加雷斯波斯开球 波斯我觉得还是因为比分领先比较多 力量上明显是加大了一些 这个时候左边中带本来是有机会进的球 是被他的球撞走了 难度比较大的四号球中带 这个角度看角度并不大 在你实际打的时候是有一定压力的 对 那我挥手 打七号 这角度来就走七 还得要避过 十一号 十号球 你推弹的话 很难从十二跟十一中间出来 正常必须要用右塞高杆这款球 肯定马斯基尼打完之后也没想太多 没有 赶上哪个是哪个 反正比分落后这么多 那我就先打着看吧 这个我们平时就刚开始打在球的时候老说 赶紧进一个再说 缘分走位 对 随缘 随缘 随缘干法 其实这一盘讲道理 这个单色球是有机会的 一贯打光的 知识打光 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时候马斯基尼就不能太轻易放弃 最起码 抢十三的比赛 可以作为一个热身状态 我输有可能是差不多了 但是我把这个比分往回追一追的同时 这是手啊 对吧 到这个位置的话 看红三还能打吗 红三还得带一些力 推弹起来 做六号球同代 才有可能继续往下打下去 还是打的失误了 波斯这边来看下方九号 有没有的弓 有的打的话 这盘球可以从下方再弹上去 甚至于说往左边 去带一下十四 打的太厚了 波斯自己都不相信 是 嘴里边也真正有词 不敢相信 这竞技体育就是啊 我也有过这种感觉 张志大平时踢足球吗 你打篮球 对吧 足球上初中的时候稍稍低过一段时间 咱就说点这个 差一点啊 我就为什么感觉特别深呢 就是我在23岁之前踢足球 急转急停啊 扣球什么的 都没问题 特别没问题 23岁以后就开始什么 坐球车呀 被别人一晃一跟头啊 就开始了脚底下半算 就是身体的反应能力 跟不上以前了 对 明显的 打大球也是 对吧 很多优秀的运动员 在巅峰的时候 基本上 哎呀 所向披腻 可当你英雄驰目的时候 状态下降的时候 你很难接受 以前这球 我都不可能打不进的 对吧 大家经常会说一些 比较夸张的话 这球我左手都能倾台 对 或者这球我闭着眼 都能打光 当然是比较夸张的话 意思就是 这个局面 对于我的曾经来说 我打他没有问题 这球走得够悬的 够悬的啊 看角度还是直的话 还是需要低端向后啊 红三简单叫 就是左上角 强行的叫 右边中带的话 那需要力量比较大 有角度 直接登上去 太轻了 不强球就轻轻推过来 对 左边下方抵戴好了 第九局 奥赛马马斯冰一项 比分一比八 官方算停十分钟 既然实现是 有头一角 好吃吗 对 他来 我做了 你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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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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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个难度颇大的大角度 这种球要能打进 准度就得超级好了 太强了 基本上这种球 太勉强了 托斯 10号和14号 其中有一颗应该可以打 11号右下方抵袋应该也够大 看选择吧 哪杆球能上手调到一个更舒服的位置 因为现在他所有的思考都在于 左边中带下方的9号球 如何去衔接 如果说不打的话 可以尝试用10跟14来做一杆防守也可以 或者用8号球 跟中间的15号形成一个调球 这般波磁的选择可多 可攻可守 还是选择攻 那么9号球 能否非常准度 非常稳定的打进 这很关键 又是一点点像屏幕右边的边裤 习惯性的擦一下 被传染了是不是 本来我估计在国外应该不太会这样的 曾经在其他的这种大型比赛当中 有过球员去擦球台 让对手这边去质疑的 这样的情况发生 看 这一妈撒 还真妈撒出来这个效果了 这都是细节 细节决定成败 波磁这个稳定的推干 对 为自己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上手机会 中代保球上去再下来 那这两个球最后就是围绕着白球 围这个11号 来做文章 我看这个波磁 反正这些年我一直观察 我觉得波磁这支球杆可能不是标准长度的 我总感觉有点短 就像小林阳自己用那支 对 141 141 141 甚至于有一些球员用143的 波磁的个子我在现场看过 也不是说很矮 最起码1米8没有 也有一米七七 一米七八 一米七九 这样 这一角度也稍稍的 勉强刚刚过 一般的职业球员 如果身高在一米七五到一米八 或者一米八零以上的话 145比较合适 170出头一点的 基本上142 141 143 就合适 143 17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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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准 这是一局加雷斯波茨省不分十比一 谢谢 感谢观看 第十二局奥三把拉斯基尼拍球 这边拉斯基尼的开球还是没有球近带 感谢观看 波茨上手 一号球下方花球的位置接力 好球看看白球再出来 左边六号球还能薄一干 好球下方的位置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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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秒 延时 好球下方的位置接力量 波茨刚才这一干失误也是稍显啊 随手了一点 但是他的对手一直就是不管波茨怎么失误 他对手反正我就不赢你 不是说不想赢 是因为今天能力状态发挥都没有达到一个足以说跟对手对抗抗衡的这么一个状态 而且对手这个太强了啊 波茨太强 有的时候这个张志导是职业球员啊 教练 张志导的体会更深 对啊 就是这个球员强强对话的时候 往往能激发自己的斗志 如果说水平相差特别特别多的时候 容易就 对 直接就是容易 首先啊 容易把一个人的意志力给磨灭掉 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始终你就赢不了怎么打都变有 要么你是领先的那一方 要么松懈 要么是落后那一方就放弃 一打一开 这个球 10号球可能有点靠下 其实 有机会能借的话 刚才也可以借一下 重带肯定是没有的 不亏说有一个超长的想法吧 右上角翻底带 这种翻底带存在 太难了 对 难度比较高 看能不能 10秒 在压力面前起飞制啊 延时 而且身下还有个二号球 一定要注意啊 比赛时间已过半 Halp time past 中带肯定是没有的 而且他这个球 直接打左上角的底带 感觉这个10号球 有点靠圆弧太近了 就担心打过去之后 先碰到上方的那个带角 看看准度 已经相当好了 从刚才我们的俯视角来看 都感觉要近了 他现在给波茨出了一个难题 4号跟3号代开5号球 并不算特别的难度 但如何能够 解决 对 解决这10号球之后 主球还能够 当然能 双下最好了啊 但双下是需要一定的运气 跟这个能力在的 怎么能够说 我打完之后 帮进对手带口球 还能形成一个 有效的防守 你现在直接推4号 左边没有双下 可以把右下角底带 肯定是可以让对方去拼的 现在有想法 谈量这个 要不要做一个 是 把5号球也打过去 两颗球去包围对方的代口球 或者再理想一点 再极端一点啊 就是打5 撞进10号 白球停在这3号球的右上方 可以这样去想 对 这也比较理想的打法啊 看 强包 还是4号球问题 现在这个安德华 倒是可以支持你 去叫一个非常好的7号球 打左边中带 白球往上走 然后4号就要右边的 上往底带 就是不去跟对方 左边带口去做纠缠 单独叫一个 够近的带口 然后有机会可以清台 他来了 这干球 有的较位 有的K球 打2号 贴着可以把右边往左上防走 先叫到5 别直了 这个安球就支持双下了 而且角度已经非常好了 4号球要打的跟10号的位置上 比较厚比较正 把薄了 明显是传到了右边的薄边啊 这种球 这种球双下是需要一定的运气跟能力的啊 波斯打完之后自己也笑了 嗯 其实这个位置叫的已经相当好 嗯 好 正常的练球 比12级 奥上马马斯金一胜 比分2比10 谢谢 thank you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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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第十三局 加雷斯波斯开球 开球时机 1号跟4号过了线 但14跟13号球并没有过线 到了10分就像一个零界点一样 比赛人13嘛 25局13胜 本次的国际公开赛的正赛 就所有的正赛部分 到最后的决赛 统一都是25局13胜 对的 140分钟限时 在中式8球来讲 抢13属于一个中长局 15局以上才算一个长局 29局15胜 属于长局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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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会儿 跟运动员之间的沟通是没问题的 也是很多球迷爱好者心中的裁判界的女神 王中瑶女士 本身是英语专业 刚才也是给马斯基尼讲解 说你可以重新来开球 也可以选择对手来开球 你也可以选择几取技的 十秒 毕竟我们公开赛 以及我们的大师赛的裁判 确实蛮辛苦的 但你不光是还得计算 看对手冲球有没有球进 你还得数着过线 你还得琢磨这个时机的次数 还得想着是不是重新开球 对手冲球 还是选择继续技打 操心的事比较多 是的 这是蛮辛苦的 一打一袋 看看白球 那就远方的他了 遥远的他 都可以 遥远的他也是 正好应了一首歌的名字 就怕这个 一打完之后 主球跑得越来越远 打起来有难度 有的时候台球就是这样 一堆球 奔着他来K 他就单独就给你K那一颗 然后K完了 你就是没有 当然这是能力问题了 首先是判断一定要对 然后就是技术问题 这边 因为一竿啊 K球的这个白球 跑远了之后 现在马斯基尼给自己 形成了一个斯诺克 解到包边 又露几个了 左上角14 这种解球是被动的 对 这边不是看看15号 跟带脚的位置 什么样一个情况 如果后面有机会的话 较直 打进中带呢 往下 而且能够白球 向下 KK9 确实每一次有波茨参加的比赛 球迷朋友们都是很关注 都想看波茨能不能够 对于中国军团产生一定的威胁 但就目前本场比赛波茨的状态来看 我个人感觉为他本届赛事啊 可以说波茨的状态 可以说波茨的状态在往下走 在球台的统治力上逐渐地在下降 看他怎么调整吧 任何项目都一样 我们的丁军辉也好 梁文博也好 他们去打这种斯诺克的比赛 也同样如果说当你的中国军团的实力 没有达到集团军的优势 有那么三思个人 能够齐头并进的话 你很难在一个半区一致独秀啊 孤军奋战 有时漏球 这干的话我觉得看看波茨 应该不会放过机会了啊 整盘目前这五颗花色球 五号球左边这个十号 后面是一个要求的白球细腻的一个较位 可能这干就来了 这第一干 看能不能较到右下角 没问题 没问题啊 掌控能力啊 对于白球的掌控能力非常强 继续 打进之后呢 留一点点九号球向上的角度 这球 正常停在左边打右边就可以了啊 树叶过河啊 十三局加勒斯波此胜 一分十一比二 谢谢 对于白球 我倒是 谢谢 谢谢 其实 我谢谢 一定是 有点 小学生 可是 我 很 小学生 感谢观看 十四局奥萨马马斯基尼排球 巴斯基尼是依旧冲球比较的随意 感谢观看 先过来 就到边口十一号 打进之后呢 照横向十五 用十五号球呢 去坐一下左边的九号 包括十四这个位置 有机会应该是最好 开的就是十四号球 有这杆球的话 看样子直接会去叫中带了 如果十四左右中带是可以叫到 并且角度合适 九号球可以叫相反的 比如右下角的底带 这样这盘球里左边最两个 最难的就已经是可以解决了 对于局面的判断非常敏锐啊 小范围这个白球控制还是相当好 这就是台球里边 以前张志导也跟我们说过 这球围上了 多了 这一个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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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翘起一肝尾啊 是非常难的 能力强 这就是内力 应该是率先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了 这十四局 加雷斯波紫胜 比分十二比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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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tir 对 好吧 我们 第十五局 加雷斯波斯开球 冲球没有球进 其实我一直想说 两位在大师赛这边 冲球特别稳定的选手 一个是外籍的就是波茨 一个是杨帆 好像最近这二位都不行了 突然间好像不太刻意的去追求冲球了 可能是比如说拿过了 全总决赛的冠军之后的劲心气是不是有点放松了 当然这个是难免的 比如说一直绷着有劲 要拿总决赛冠军 一下拿了两届或者是三届 是的 拖了 这个心里边感觉就不一样了 而且时间又过了好几年 可能目前需要面对的事情比以前也多了 没错 那也就是说没有这个比较足够的时间 去单独的转眼开球这个环节 尤其是咱们是四球过线了 现在跟以前又不一样了 没错 其实咱们的冲球简单说几句 关于这个命名的冲球 从12年我们的首届大师赛用的是百球框 对 在百球框的时候 中低杆发力 两球进中带 然后另外两个球过线 这个是典型的是波磁冲 没错 波磁当时在决赛当中打的是 其实大家都认为梅林的水平要 相对于波磁来讲就占优势了 但是没想到波磁用这么稳定的冲球跟能力压制着这个梅林 后来规则就从百球框换到了百球的垫片 没错 咱们常说的百球纸 要扁为三球过线 那个时候 杨帆的发挥是无敌的 是的 所以从波磁冲改为了杨帆冲 后来扁为了四球过线 用百球垫片四球过线 张国文鹏赵如亮 都有过那种现象级的冲球 但是为什么没有命名呢 是因为他们都不稳定 对 好的时候天神下凡 不好的时候突然间判若两人 而且包括这个在三球到四球开球过线的这段时间里边 我们还有像王鹏这种对吧 对 抢13的比赛 13比0 十乍三阶的这种 十乍三阶你想想这个数据 太恐怖了 当然这也是昙花一现 嗯 你说到这 你说 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啊 也是推送 说这阿萨利文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嗯 发了一个推特啊 或者发一什么 那意思就是 可能要放弃自己打这一千干的这个单子 就是过百 就到999 就是我再有过百几乎不打了 对 我非得留个999 大家看 对 说这样感觉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就像萨利文这种事他是能干的 是的 他曾经在比赛里边 比如说打到好像刚刚没有多少分啊 十几二十分 对 三十分时候 就开始问财 不打了 问财 这个147有没有奖金 是了 奖金是多少钱 嗯 然后一听好像是五千还是一万英镑吧 就忽然没有斗志了 打到最后 最后一个黑球可以叫黑 没不叫了 我叫一个粉球 我打个146给您看一看 一个是任性了 再有一个就是他那个单杆的那个147的满分的奖金是滚动制的 对 当时好像就剩一万英镑了应该是比较少了 澳大利文想的是我再攒攒啊 攒那么几战赛事之后 够个三五万的时候 我再打 我再拿一下 对啊 结果被别人拿走了 当然 这得好像卡特还是谁 意高人胆大呀 真是 像我们说这个张公鹏或者谁啊 他能够走出那些位置 因为他有足够的准度支撑 没错 那澳大利文能够这样去打 他有足够的自己对于抬球的那个能力在那里 对吧 斯诺克对于他来说 打起来就非常轻松 感觉在他打的时候 只要围上球了就很简单 好多球员 咱甭说在练球散盘的时候 就打个蛇彩 能打147都已经高兴得不行了 这澳大利文能在比赛当中 有电视直播的比赛当中 随随便面的 太厉害了 这边马斯基尼一个 可以说并不算难度很大的8号球没有打击 那很有可能这一杆失误 就送伍 波斯胜利了 那么我们下一场 今天还有一场比赛 晚间的8点 是败布的第一轮 没错 本轮次的比赛 赢球的一方 进入到胜部 今天就休息了 输球的16个人 还要再打 在晚间的8点 那么今天注定要淘汰8位选手 当然这就是比赛 没错 基本上到了一个练球时间了 有点轻松 直接较到一个5号左上角 就可以了 第一干稍稍带一些左侧的旋转 靠旋转去给主球加速 这样能控制好力量 可以钉杆 可以往前蹬一点点 都可以 往回退一点点 也都可以 随意发挥了 这球 感觉好像打得特别厚 就得吓唬你一下 你吓唬我一下 好 那恭喜波茨进入到比赛的胜部 获得胜利 下一期 加勒斯波茨市 我们8点再见 8点再见 请收放学者 欢迎订阅